体育中心综合报导,澳洲棒球联盟鲨鱼队无缘季后赛,本周将进行最后四场比赛。 官网特别提到张泰山即将告别球员生涯,但也直指澳洲不太像是这位忠实拳雷打王说再见的地方。 张泰山期前向当地媒体广告人报松口,本季可能是他最后一年当球员。 如今鲨鱼队胜四场比赛就要结束球季,意味张泰山的球员生涯将化下句点。 官网撰文写道,澳洲外籍球员一闪即逝,很难有所谓的告别,Farewell,但张泰山格外不同,这位41岁台湾聚新本季结束后可能不会再打球,虽然他状态维持良好, 当超过20年生涯即将结束,这里不太是他说再见的地方。 官网也说,鲨鱼队从没想到可以牵到中职拳雷打王。 张泰山生涯还有2000多只安打,是真正世界一流的选手,最棒的部分是他打球恒乐在其中,且能发挥影响力。 张泰山本季出在36场,有三红21打点,打击率0。 294,张泰山本季出在36场,有三红21打点,打击率0。 294,虽然澳洲官网表示张泰山可能退休,台湾人寿城邦队先前曾表示有意往罗,双方还在接洽中,将等到澳洲告一段落才会有消息。 张泰山本周打完可能退休,取自官网。